你家也有户队,门当也有,抱古石,这以前是个五官,我家都是做生意的。 门点上的字看不清了,每次都是写来的。 这是个一进院,原来这还有个过亭来的,以前也有过亭来的,有过亭,他给坏了,塌了。 那这也是个二进院,一进门的。 这有个木雕,你后期也修了一下。 那瓦底下的木头不是坏的,那瓦都出入来了。 后来我就找的木头也修不好了。 你看还带个彩绘了。 这是个瓦子吧?瓦子,瓦子。 这还有啥?有没有人物了? 我看有没有人物。有人物就是明把仙。 明把仙。 讲究人家。 还行,彩绘保存得不错。 这边也是带个瓦子。 咱这边这个房子的建造比较简朴。 真是简单,没啥东西。 那这是个三层台阶,应该是一个垫起来了。 这以前应该是有个门楼了。 这是个住处石。 顶大梁的石头。 墙上还有木头。 哦。 这是个过亭。 五间过亭。 五间过亭了。 我是三进游,我现在的位置在三溪寿阳南东古村。 你家这个天地神堂还有了,土地啊。 这几个台阶。 咱们现在人都叫这个是楼梯。 楼梯,台阶。 这个再过去叫踏躲。 这叫锤带踏躲。 为啥叫锤带踏躲呢? 大家看一下。 戴在这两边的这个锤带。 这就是锤带。 这个是锤带。 那边是锤带。 要是不带这两个条石的话,就是如意踏躲。 这叫锤带踏躲。 这古剑里头知识点太多。 就是五成台阶。 咱们看一下这个锤带。 神堂。 麒麟。 这是锤带踏躲。 这个锤带踏躲。 这个锤带踏躲。 底下这是个外字吧? 哪个? 这个字? 瘦。 也是瘦。 对。 两边是龙。 老师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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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手机没电了 正好又充了点电 我说再拍一下这个砖雕 很漂亮 老师父走了 这么快 好了 咱出去吧 主人不在家 手机没电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这人走这么快